哈哈哈 阿炮我來了 哈嘍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小夥伴們 最近玩的怎麼樣了 那麼這一款遊戲呢 相信很多人應該都跟阿炮一樣吧 一開始在玩的時候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而且呢也不知道一天究竟能做什麼 又該做什麼 所以今天這一集呢 阿炮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天當中我們究竟應該要做哪一些事情 才可以把這些資源拿好拿滿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小Link的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 正片開始 好那麼首先呢 可以點開左上角這一本書 那這一本書呢 就是這個遊戲中的主線 那麼主線裡面給的資源相當相當的肥 像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 可以拿到卡牌包阿 又或者是寶石 那麼你解到1-5的時候呢 還可以拿到一張穿梭的卡牌 但是呢它這個主線不是說 你只要打得過就可以無限的解 它是用這個寶箱呢 去限制你主線的進度 所以你只要寶箱開得多 那麼你的主線呢 就會跑得比別人還要快 那麼這邊呢 一共有4種寶箱 那每一個寶箱它的CD時間是3個小時 那所以說一天最多就是可以拿到8個寶箱 然後呢如果你全部寶箱解完 你一天最多就是可以等12個小時之後 再過來解 而在這4個寶箱當中呢 他們所能獲得到的道具呢 也不太一樣 那麼其中這個金色的寶箱啊 是有機會可以獲得穿梭的卡牌 而且這個機率還高達了3.5% 所以我們盡量呢能解一定要來解 再來要開啟這個寶箱的條件相當的簡單 我們只要累積20積分的話 就可以開啟一個寶箱了 那寶箱這一個積分獲取的途徑呢 就是透過決鬥社 今日課堂 舞會 訓練賽 還有競技森林 那麼阿炮平常啊 都是透過決鬥社 因為我蠻喜歡PVP的 那麼如果你是沒什麼時間的話 阿炮最推薦你去解今日課堂了 因為解這個今日課堂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快 大概一場只要花個3分鐘就搞定了 然後就可以拿到10點的積分 也就是說你只要花6分鐘 你就可以開啟一個寶箱了 所以一整天下來 這8個寶箱你最多只要花50分鐘 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把它全部拿完了 再來這邊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無夢酣睡劑 那他就可以重置一個寶箱的冷卻時間 也就是3個小時 那麼這個無夢酣睡劑呢 你可以到你的宿舍透過魔藥 中間這個魔藥的地方呢就可以製作了 那製作無夢酣睡劑呢 我們最重要就是需要薰衣草了 那薰衣草的部分呢就可以透過課堂兌換來獲得 那一個禮拜呢是最多可以買三次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給他直接買起來 阿炮怎麼只能直接買兩個啊 啊我想起來了 我今天呢才剛好去花一些課堂的點數 然後去買了其他藥水的配方喔 那這個課堂的點數也是非常的重要 每一天呢就一定要去好好的上課 一天最多可以獲得200點的課堂點數 那麼這課堂點數呢就是透過你去上課可以獲得喔 再來這邊呢順便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就是說你的這個課堂點數積分呢是可以保存到隔天的 不過呢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積分上限最高儲存是到600喔 所以你一天結束千萬不要超過600 假如說你今天有800的這個積分 結果你到明天的話就只會剩下600 那麼除了每天的200課堂積分我們一定要拿之外呢 這邊還可以獲得1200的金幣 不過阿炮上完一堂課也只有獲得到30耶 所以說要獲得到1200塊好像有點難 那阿炮有試過就是開寶箱的獲得的金幣呢 是不會算在這個1200的金幣裡面 那知道怎麼樣比較快速的可以獲得這些金幣的朋友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分享給大家喔 再來在右上角的商城裡面的每日特惠 那這邊呢每天都有一個免費的禮包可以領 裡面有好像兩張卡牌跟一些金幣吧 然後其中呢這個起敵卡包要花120的寶石 那阿炮覺得這一包還蠻划算的啦 因為他必定喔會獲得一個史詩以上的卡牌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湊一下 阿炮 氣 再 來 傳說 阿炮玩到現在都還沒有抽到傳說鬼 兩個史詩 傳說 哇 傳說怎麼這麼難啊 那麼至於說這個進階魔咒指引的話呢 阿炮是目前還在觀望喔 因為現在這個寶石畢竟獲得不易 所以我盡量呢還是先留給這個起敵卡包 因為只要買30包的話呢 就可以必定獲得傳說卡喔 再來這邊還有一個 新生路學禮要台幣33塊的一個禮包 阿炮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你買下去馬上就可以拿到一張 紫色的海格夥伴卡 然後還有一個金色的寵物 再來這邊還可以拿到三個卡牌包 你一買就馬上可以獲得 然後每一天呢還可以再獲得一個卡牌包 然後持續兩天 一共是三包這個樣子 好再來呢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每日的作業 那每日作業呢 只要去完成下面的這個作業 完成五次 一天完成五次的話 就可以拿到一包卡牌包了 不過這個每日作業好像有一點給他難解 像阿炮第一天呢 就是有去解幫助其他巫師通過禁靈 可是我解完之後 他這個作業也沒有完成喔 很奇怪 然後最後就是阿炮就跑去課金了 因為課金之後呢 他就會多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任務 讓你解 像是這個社區點讚 非常非常的簡單 所以這個要完成每日的作業喔 就會變得容易許多了 那我們這邊呢順便來講一下 這個禮盒通行證 那這一包好像是480塊台幣吧 阿炮覺得這一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比你去花這個33塊 然後抽一包還要划算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這裡面阿 他就會直接送你很多史詩的卡牌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還有很多的寶石嘛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金色的 不是寶物啦 金色的卡牌 這一包裡面 一共有送你兩張金色的卡牌 一張是傳說的隨機卡 那另外一張呢 就是我們的 索命咒 直接送你一張索命咒啊 非常非常給他划算啊 至於說要不要升級到這個 金段豪華禮盒的話 阿炮就覺得比較還好 我感覺是比較還好啦 因為不知道後面到底這個金幣會不會很缺喔 再來社團裡面呢 每天的晚上9點也有一個固定的活動 那就是可以獲得到我們的社團積分 那貢獻越高 那你能獲得到的這個積分就越多 所以說呢 盡量我們盡量去投票 投我們比較擅長的活動來解喔 再來每天決鬥社裡面呢 還有這個複製三張卡牌的機會 那你只要獲得勝場累積三點的話 就可以複製對手的一張卡牌 但是隨機的 那在座的各位不知道 有沒有人複製到傳說的卡牌啊 阿炮目前最高只有複製到死屍的卡牌啦 那這邊呢如果你使用這個增製藥劑的話呢 還可以增加每日可複製的這個次數 那麼這個複製成雙呢 是一個現實的活動 也就是說比較後面進來看到的觀眾呢 可能就沒有這個活動了 那阿炮是覺得說這好像比較算是一個 定期都會有的一個活動吧 好最後最後呢 我們再講一下這邊還有一個陸學典禮 那這邊呢有一些任務可以去解 解完解到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張 拿到一張傳說的卡片 那希望呢阿炮可以抽到比較好一點的 阿炮第一張傳說卡呢是抽到馬份 抽到馬份 阿馬份也算是還不錯啦 用起來覺得還蠻不錯的 可是藏起來就不知道什麼感覺了欸 哈哈哈哈 好啦 再來呢這個禁忌森林的話 欸能解的話就盡量去解啦 有空的話就盡量趕快的去把它打完 因為裡面呢可以拿到迴響 那迴響呢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好再來這邊還有一個小技巧就是社交 左下角社交家園 啊不是啦 學院互助啦 學院互助的話呢 這邊有一些協作的任務可以接 不過呢阿炮其實比較推薦解這種三次 比較簡單一點的 因為他這個協作任務是必須要一個一個傳承下去 也就是說 例如我現在接了這個六次的協作任務 然後我解的是第二次 那我解完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任務再傳承下去 所以說這個任務一共要有六個人來解 才算完成 那阿炮 阿炮之前解到這個 欸第五個 就最後一個人他沒解啊 超尷尬的 一直卡在那邊 好那以上呢就是阿炮已知的 每天要去做的事情喔 那如果有遺漏的 那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啊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這邊感覺都沒什麼怪的聲音 所以我猜應該是不會給他很遠吧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想錯了 很遠欸 喔喔喔喔喔 喔操 等一下等一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